首先我先开机先啊 先开机 然后我们连接一下蓝牙 把蓝牙打开 再设置 再连接一下这个PP杠 这后面有一个可以把这个自带声音给关掉 在后面这里 可以把它关掉就没了 通常都比较喜欢 开一下这个的 好蓝牙已经连接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游戏 好进入游戏了 就先把这个设置给打开 选择这个 这个点这个陀螺仪 点一下陀螺仪 然后陀螺仪 把把这个手机或者平板放平了 等它校准一下 让我们再点一下这个PP杠这个设备 如果你是手枪的话你就点手枪 如果你是步枪的话你就点一下步枪 把它开启就行了 把它安装 把它安装 安装 安装 把它锁进来 要按紧 这样怎么甩都不会掉了 所以说很放心的去使用 首先我们今天来展示一下 这个 手柄 手柄操作 看手柄操作是什么样的感觉 上手是很快上手的 321 出发 切刀切雷也很非常方便 对它是体感的 对它是体感的 可以打在脚呢 像一般都按不止瞄准 是打不到上面的 只有这个手柄 你就可以向上推 這裡好像看到一個人 站到火車上面 先瞄準 變爆了就說 有跳絕 這裡有個人 看到人密滿氣力 開槍非常快 高科技的東西 用了不後悔 撞到刀 就看你個人 我是比較喜歡這種槍聲 按得太快 對按得太快 所以他弄了 就看你個人喜歡 有些人他就喜歡 喜歡打高兔 我的話一般都 不管怎麼走都行 這個閃光 這閃光不行吧 我的天啊 給一個AKA打死了 看來有什麼 這裡有一個 兩個是我的 我才玩這個手柄 天啊 慢慢慢慢的 要磨合 要習慣一下 這手雷 如果你玩這個手柄的話 玩你 以後的半個月的話 我想比你比我還更厲害 對他剛剛無敵 不是 都跑嗎 沒有 我打到嗎 白走 橙角光 橙角光 一喜 你剛才那個西瓜 就是我的 打死的话还可以还可以把你手中的东西给扔出去了 所以你们一般看别打手柄的 通常死的都是 能烟雾 能散动 各种的 这款的话是步枪的手柄 对是步枪的手柄他这个还有一款这个 手枪的 这里是属于开机的对这里是属于开机的啊 然后如果你这个是iOS的红色的就是iOS然后假如你那个是 安卓的话你就按着这个 按着这个 再按着这个 变成绿色绿色的话就是安卓的 对绿色他就是安卓的 安卓机你直接连接这个蓝牙的话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他这个是属于那种体感的就是你就是 呃 左转 转右 都是很方便的上下都可以 对上下都可以啊 啊今天的话就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打狙击的啊好吧 啊接下来的话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展示这个步枪步枪的话步枪的话会更灵活啊对 步枪的话会更灵活给你们看一下步枪的吧好吧 来把这个步枪的这个团队给你们看一下啊 简单的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操作啊 这个只是个支架你可以放手机啊平板都行 再大的平板也行反正就不会掉怎么换就不会掉啊 对怎么换就不会掉啊 出发 哎呀 看看 不要 不 不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